這個商場是最鬧鬼的商場 它不只是購物的天堂 更是傳說中最鬧鬼的地方 讓我們一起揭開這個隱藏在吉隆坡的Lalapod商場的一個驚人秘密 商場以其現代簡約的熱氣設計 和吸引年輕人的各種日本品牌旗艦店而備受矚目 想像一下漫步在2022年最時尚的商場之一 Lalapod BBCC 日本風格的魅力和探索新品牌的刺激和文明的地方 但如果我告訴你 在這個閃亮外表之後 Lalapod隱藏著一個已經過去的時代的秘密 一個拒絕被遺忘的鬼魅過去的故事呢 在Lalapod點綴天氣線之前 它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臭名昭著的孤獨監獄 鑒於1891年 這是馬來西亞從知名時代 到獨立的一個世紀見證 你最喜歡的上場下面的這片土地 曾經是一個龐大的墳場 在馬來西亞獨立之前 該處是個大型的亂杖綱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英國軍人把日本兵埋葬在該處 在日本人統治期間 他們又把英國軍人埋在同一個地方 在殖民地時期 英國人選擇在半上巴建造監獄 因為當時半上巴還則是一個小聚落 解釋了老一輩為什麼不願擁抱 這個轉變後的空間的原因 由英國殖民地政府耗資 138千令吉興建 占地10公頃擁有130個囚士 地中只能容納600名囚犯 後來擴建資可容納2000人 在這座陰霾籠罩的監獄中 曾關押許多重要的罪犯和政治異議分子 包括英國和澳洲的毒販 和馬公地下組織成員 監獄內曾一度囚禁6550人 導致囚犯們只能分階段睡覺 第一座建築物是執行死刑的場所 而建議更創下全球最慘的壁畫進入 由囚犯光年長 正在和林靖雄 耗時一千小時 匯治的270米壁畫 竟然是這段可怕的歷史 Pada Peran Dunia Kedua 1941-1942 Pihak Tentera Jepun telah menjadikan penjara Pudu sebagai pusat tahanan Ramai tahanan 尤其是 那些人被捕捕了 和被捕捕在這裡 在反日和反英的動盪時期 許多政治意義分子都被抓到了Pudu監獄 一位被關進Pudu監獄的政治意義分子 回憶說 在那裡幾乎每天都有人被拉去上架子 在獨立前後的50到70年代 馬公地下組織仍然活躍 而Pudu監獄成為逮捕 和處決共產黨員的場所 1996年 半山巴監獄關閉 政府計劃將其改建為 地下隧道和商業大樓 在監獄關閉前 囚犯被遷移到雙溪茅諾 Sunaiburu 監獄臨時變成了一個博物館 2009年監獄正式拆卸 而如今他的遺跡僅存一座門牆 見證了歷史的變遷 然而這座百年監獄的過去 並未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散 相反 淋獄事件在監獄內不斷發生 尤其是在他化身為Lalapop廣場之後 據監獄館Abubaka所言 深夜時分 他曾聽到腳步聲 鐵面拖地聲 甚至浴室中傳來洗澡的聲音 而監獄關門 常常為了趕走這些怨靈 而大聲呵斥 陰影並未散去 新的上場Lalapop成為了傳說中的鬼屋 阿茲伊德里斯監獄關 更講述了他在監獄中 遇見無頭女鬼的經歷 一個雙量上吊的怨靈 另一名律警曾在監獄中 遇到過更恐怖的經驗 他曾遇見一名無頭女鬼 當時監獄內傳聞 這個女鬼之聲前四名死球 曾在牢房內上吊自殺 可是被救了下來 警部因此受了重傷 卻沒想到在傷口復原之前 御方就決定安排女死球上繳形台 這名御警還表示 年輕時有一晚在監獄間燈塔之起 突然有個御处在他身後報告 一切安好掌握 可是當他轉頭查看時 背後警空 監獄安葬的歷史 城市亂站崗的事實 更增添了這個地方的神秘氣息 然而今天的Lalaport商場 已經不再是陰森的監獄 而是一個全新時尚的購物中心 半三八監獄的過去只能透過新 最近有一段關於Lalaport商場的視頻 在社交媒體上傳播 引起了有關商場是否鬧鬼的猜測 視頻中顯示一位網友在商場逛街時 發現一扇門在烏潤的情況下 自行打開和關閉 有傳言稱Lalaport商場可能鬧鬼 然而商場熟悉執行員解釋說 門的磁力所出現故障導致自行打開 而這只是技術故障 非超自然現象 這個門就是他們拍到猛鬼的門 大家研究一下 但這樣拉的時候 是真的有一種力量 都挺重下的門 在拍攝的過後 凌宏都有詢問過相關一些行業的 專業人員和種種的資料 原來發現 這是一個很普遍的EMF防火自動系統 承包商與對門進行修復 有些網友對此表示懷疑 但多數人認為只是技術問題 呼籲不要過於擔心 現在當你穿梭於這個購物中心的走道時 是否還能感受到那些過去的幽靈呢 你們覺得吉隆坡的Lalaport商場 到底真的是不是鬧鬼呢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知道 我來感受到 我來感受一下 我來感受一下 我們在這個購物中心的 我來感受一下 你會在山上 我來感受一下